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千言千語 我是賴岳謙 我想所有的觀眾朋友 最關注的莫過於聯合利劍B的軍演 這個軍演是在10月14號的凌晨 開始展開的無意境 但是之前已經有一些動作 只是如果敏感度不高 或者是情報收集不夠完整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解放軍的整個動作 似乎沒有看出有任何異常的情形 那在這樣的一個逆中 保持完全的戰力 讓你完全看不出來的情形下 突然間在10月14號的凌晨 展開軍事演習 這個軍事演習包含軍事訓練在內 也就是屬於演訓的一部分 演習訓練的一部分 那解放軍在這個演習中展現出 他隨時可以由訓轉戰 由演習轉變成為實戰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這當然讓美國很驚訝 美國的情報每天眼睛盯著大陸看 二十小時從不間斷每天盯著 不管是透過韓國的薩德系統 透過日本透過菲律賓 甚至透過台獨的他們的八爪雷達 都在觀看的這個美國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一舉一動 但是這一次的軍事演訓 是讓美國毫無預警 這個就好像在前一段時間 大陸對於美國 這是有預警的 已經告訴美國我會在什麼時間 我會打一枚導彈 那這枚導彈後來被證明是東風31AG 而且是直接瞄準美國打 美國也沒有辦法掌握這個導彈 是從什麼地方打起 已經告訴你時間了 結果你的整個監察 整個預警系統 根本沒有辦法有效 而這個東風31AG 還是屬於老一代的 有更新一代的 例如說東風41的這樣的一個 導彈它的作戰能力 還有它的速度 它的突仿能力那更強 而且它的分彈頭的能力更加的強大 這個就讓你美國 毫無攔截防衛之能力 那這樣的話兩個大國 要打一場大戰 我想它的機會就為夫其為了 所以美國在南海在東海 在很多地方也只敢對中國大陸 或是對於其他的國家虛張聲勢而已 因為那只是擺出一個姿態 但是大家內行的人都知道 大國之間不敢輕易交手 好一旦是如此的話 那這個當然聯合力竟二 就是針對於台獨而來 因此台灣的民眾基本上是安心的 這個跟以往的軍演有很大的不同 過去的軍演我們看到台灣的民眾焦慮 但是現在的軍演台灣的民眾不焦慮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它是針對台獨打 不是針對我們打 然後願意為台獨而戰的去參軍的 那那一群人 你們本身由你們去跟解放軍交戰 我們這些不支持台獨 反對台獨的 我們不會去參與你們的這場戰爭 不管你那群的怎麼講 要團結什麼的 誰願意被你台獨綁在戰車上 沒有人這麼蠢 沒有人這麼笨 絕大部分的台灣人都沒有那麼笨 所以這個問題 值得我們跟各位來去報告 另外我們也留意到 以色列的防衛已經不是它過去所吹噓的神話了 不但被伊朗的中層的導彈突破 現在更被珍珠黨的無人機突破了 所以以色列本身的防衛系統 越來越有問題了 因為這一次無人機突破 然後攻擊到它的軍營 這是精準式的打擊 你也可以把它說成為外科手術的打擊 因為這一次的攻擊是由一架無人機 突破了穿越了以色列的防線 進入到以色列北部的一處軍事基地 在這個軍事基地中 對於以色列的軍官 士官士兵聚聚的地方 進行猛烈的攻擊 造成了四名軍人當場死亡 五十幾位受傷 有人說是六十幾位 其中有七位是重傷 有幾十位是中度的 應該是十四位是中度的 那這也值得我們來跟各位分析一下 以色列跟里巴倫之間的戰事會怎麼走 日本的首相石破茂 他現在面臨嚴峻的考驗跟挑戰 因為在十月二七號 他們就要投票了 為什麼 日本的眾議院被解散了 被誰解散 被石破茂解散 石破茂解散的日本的眾議院 這是過去歷史上 一位首相剛剛上任 就立刻解散他們的眾議院 然後交由人民 重新再做一次的選擇 如果這次日本的公民 再一次的選擇中 還是選擇自民黨 然後自民黨沒有產勝 或者是沒有慘敗 而還是獲勝的話 石破茂的領導地位跟權威 他就鞏固住了 所以他這是一個極大的冒險 但是在這個冒險之前 石破茂做了很多的動作 石破茂比岸田文雄 菅義偉跟安倍晉三更加的複雜 他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 他比較願意去面對 日本侵略亞洲的歷史 他比較願意去面對 但是他本身對於美國 美國他也比較願意去叫板 可是他卻又要組建一個軍事組織 這個讓美國也讓大陸都是不開心 不歡迎不諒解 但是中美之間對於這個組織都是反對 但是動機理由卻完全不同 這也很值得我們去探索 好 我們再來看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黎巴嫩他們的商會 接受一個專訪 在這個專訪中 他們說在這一次他們的巡呼機 也就是我們一般俗稱的BBCO 這個巡呼機的採購案造成了重創之後 他們本身已經對於歐美西方的電子產品 通訊產品他們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警戒了 所以他們已經大量的減少 甚至不採購歐美的這些電子通訊產品 包括手機在內他們轉向東方 特別是向中國來購買 那這樣對於亞洲的這些電子通訊 手機的生產或是代工廠的大國 或是大廠來說 那真的是一個噩耗 因為他不只是黎巴嫩這樣做 他很有可能在中東的很多國家 然後甚至會蔓延到非洲 或者是拉丁美洲 甚至亞洲的一些國家 他們本身也會去思考 是不是應該要規避風險 要降低風險 要去風險化 那要尋找一個最安全可靠的產品 來去購買 目前中國大陸的訂單 確實是猛速的 就是迅猛的增長 這個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我們要來探究這個原因 好今天跟各位先談一下這個問題 也就是聯合力艦B的軍演 聯合力艦B它是在10月14號的凌晨 突然間宣布展開聯合力艦B的陸軍 海軍 空軍 火箭軍的一個軍事的超越 這是一個演訓 可以由演習轉為作戰 也可以由訓練轉為作戰 它隨時可以保持它的一個戰鬥的狀態 但是它事實上是有機可循的 我想在9月份到10月的這段時間 美國率領的日本 然後還有拉了它的一些小蘿蔔頭 在東海跟南海造亂 因為那是東盟要開峰會之前 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到日本先拉的澳大利亞還有紐西蘭 穿越了台灣海峽 這是極為明顯的挑釁性的行為 然後呢他們就趕步到這個南海 到了菲律賓 然後跟美國跟菲律賓的軍艦 他們就匯合了 就在這個時候 他們就在於南海靠近菲律賓的這個地方 開始舉行聯合的軍演 解放軍當然立刻緩以顏色 所以南部戰區的司令 馬上開始實施海空海警的 聯合實戰士兵演練 那在這個演練中 我們看到美國 澳大利亞日本等 他們就把他們的演習就壓縮了 無聲無息就這樣結束了 中國大陸沒有宣布 演習的結束日 只宣布開始日 接著再過沒幾天 美國又聯合法國 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 這些國家跟菲律賓 在呂宋島的周圍 這個地方舉行軍演 這個時候 遼寧號航母 在菲律賓的東部海域出現了 然後山東號的航母 在菲律賓的西部海域 就南海這個地方也出現了 兩個航母同框 而中國大陸在這個地方 舉行的聯合軍演 也大大的壓縮了 美國率領了六個國家的 聯合軍演 他們的規模 他們的聲音也就變得 小了很多 最後在新聞中 那麼也不起波爛了 在這樣的一個中國以一打多的 這樣的一個戰略態勢下 東盟的峰會召開以後 我們看到菲律賓即使 在這個峰會中猛烈的哭喊 我們看到布林肯 甚至尹錫悦等這些 追隨美國的這些小蘿蔔頭 布林肯在東盟的峰會中 要講的什麼話 其實東盟的國家大部分 都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都不予理會 所以美國的布林肯 在整個會議中起不了作用 因為層級一方面太低了 二方面大家都知道 是你美國跟菲律賓 還有拉的日本澳大利亞 韓國等這些國家來造亂 但是東盟的國家 不願意南海亂起來 所以大家也就不理會 他們也沒有在聯合聲明中 構成任何一點作用 這個就是美國 他在南海搞亂的陰謀沒有得逞 但是這個事情過後沒幾天 我們看到遼寧號的航母 跟深東號的航母 就在南海三亞的基地方面 他們在上面進行整補 雙航母同框 這是刻意為之 也刻意告訴大家 中國的航母戰鬥群的打擊力量 已經是十分的強大 接著我們留意到了 10月7號賴清德開始挑釁了 他先拋出所謂的祖國論 這個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 大家其其以為不可 說你在亂搞 你在挑釁 你在不斷的製造兩個中國 你在不斷的要製造 台獨分裂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你在故意的把歷史顛三倒四 大家起來抗爭 那我們也留意到到10月10號的時候 據說當然賴清德他們是否認的 據說賴清德的講稿 已經給美國看過了 但是賴清德他們一定是否認 結果賴清德在10月10號的演說中 照本宣讀一個字都不敢錯 一個字也不敢拉 所以我們一般估計 美國看過批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那等於是美國同意了 所以等於是美國在暗中支持賴清德 搞實質性的台獨 因為美國他一方面對外宣稱 說他一個中國政策原則是絕對不會變 既然他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原則 既然他堅守一個政策原則 怎麼會在聯合國又要推2758號決議文的 推翻呢 然後怎麼又會再搞這個互不隸屬呢 因為賴清德的講話中就提到了 兩岸互不隸屬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國民黨絕大部分的一些內部的一些人士 他們保持了靜默 很多更多的國民黨員看不下去了 更多的史學家看不下去了 他們抨擊賴清德 覺得你在搞這個兩個中國 搞兩岸互不隸屬的這樣的一個論證 這樣的一種推向台獨 這個對於台灣對兩岸的和平穩定是不好的 而如果你的講稿確實是美國所看過 所批准的話 等於是你美國在默許 或者暗中推動支柱 你賴清德往這個兩岸互不隸屬 這樣的一個兩個中國論 或者是兩國論的方向 搞實質性的台獨的方向來推 這個是都是合理的一個推斷跟假設 因此大家眼睛開始看的 中國大陸會不會有反應呢 那當遼寧號的航母離開了基地 開始移動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發現 遼寧號的航母是往巴士海峽的方向在移動的 所以它是從巴士海峽的西邊往東邊 開始出太平洋的這個路徑 那也就是說當它離開了巴士海峽以後 它往南走 那就是到菲律賓往北走 就是在台灣的東側了 所以大家也在看著遼寧號航母它的動向 這是第一個已經出現不尋常的訊號了 第二個就是大陸的海警編隊 進入到釣魚島的領海裡面 開始進行例行的巡邏 那也就是在台灣的北部 開始建起這種實質上的管控 也就是控制保護釣魚島的主權 不讓日本在某一個時機點 對我們的主權我們的島嶼有所侵犯 那這是海警的編隊 在台灣的北部開始進行這些動作 接著東部戰區發布了一個很短的視頻 這個視頻就是整個待戰 隨時可戰爭 也引起了全世界媒體的高度的關注 大家感覺到大陸是不是在釋放出一個訊息了 怎麼會整個待戰呢 所以等於是東部戰區面對於台獨一聲令下 它隨時可以把它的鐵拳打出來 訊號好像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密集了 這些動作看起來已經是一種態勢已經形成了 我相信在這段時間美國的間諜衛星 美國的情報人員 美國的這些派駐在海外的 甚至印太司令部 他們一定是在監看的東部戰區 東部戰區解放軍的一舉一動 他們什麼都沒發現 什麼都沒看到 所以沒有發布任何 任何預警的這樣的一個訊息 記得在十月十四號的凌晨 解放軍突然間開始實施這樣的一個演訓 對於台灣九個這個區域進行了聯合的封控 海陸空火箭軍的聯合的一個演習區就形成了 這個時候我們把前一次的演習 也就是520賴清德的挑釁演習 挑釁講話 解放軍做出來的回應 以及我們注意到 蔡英文當時邀請佩洛西來台灣的時候 解放軍所進行的第一次的軍演 我們把第一次的軍演 第二次的軍演 跟第三次的軍演的演習區 把它疊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發現已經完成了整個全島所有的機場 港口海外的通路的一種封控已經形成了 不管是從基隆港 從台北港 從高雄港到台東甚至到花蓮 也就是不管是台東的制航基地 到花蓮的嘉山基地 不管是空港 海港的任何出海 那麼出境的所有的封控 全部都完成 這個時候四艘 尤其有一艘 萬頓級的海警船 它所率領的四艘海警 已經在台灣的四周 開始進行整個海上秩序的維持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封控 封鎖跟整個控制系統 那如果外資船隻 外國的船隻要經過台灣海峽 或是經過巴士海峽 經過台灣的東側 他們本身在中國大陸海警 維持海上秩序的環境下 可以無害的通過 但是在演習區內 這些地方外船不能進也不能出 甚至外船也只能夠出 但是不能夠再進了 因為這個海上的秩序 海上的封控 解放軍跟海警會整個建立起來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東亞地區的海運 一樣可以繼續進行 不管是日本韓國的貨品的出海 那麼進口都可以從這個海上的 運輸線來自由航行 但是是要接受中國海警的 秩序的管理 也就是開始實施 完整的行政管轄圈 但是在台灣島的這整個區域間 已經形成了一種徹底 跟完整的一個封控 它也包括了金門 馬祖 東影跟烏丘 這四個小島 整個也都在於演習區跟封控內 那大家留意到 在這一次的演習的過程中 有演習的開始日 但是沒有演習的結束日 第二個呢 沒有這個戰區的規定 也就是在戰區裡面 有關於這個船隻空中的飛行器 不要經過這個戰區的管控 也都沒有發生 那這樣的一種演習就很特別了 所以我們留意到在這一次聯合利箭B 它其實要向美國 要向台獨 釋放出明確的訊號 就是東部戰區隨時可以出手 而它出手的時候 絕對不是你美國跟解放軍 所能夠掌握到的時機點 更何況你美國不敢介入戰場 也不敢介入這場戰爭 所以這個戰爭是有限度的戰爭 只是對於台獨的武裝力量 的一個瓦解打擊的戰爭 盡量不傷及台灣的無辜百姓 絕大部分的台灣人不支持台獨 那就由台獨的去跟解放軍 直接的交戰 我們其他的應該要避戰 要選擇我們最安靜和平跟安全的地方 那既然有一些少數的台獨分子 他想要戰爭就讓他們去打吧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區域中 在這樣一個聯合利箭B的演習裡面 它已經又釋放出一個新的訊息 那也就是整個對於台灣全島的封控 最後一塊拼圖也已經完成了 好我們來談第二個問題 那也就是黎巴倫他們本身在前天 也就是10月13號的時候 他們釋放出一個強大的訊息 這個訊息就是由於這個巡护機 也就是BBCo的這樣的造成的重大的傷害 這個傷害使黎巴倫的真主黨受到了嚴重的挫傷 他們從中吸取了經驗跟教訓 當時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是由美國紐約時報所發布的一個消息 美國紐約時報它根據可靠的 它所謂的可靠的資料 它公布說發生在黎巴倫的真主黨 他們所發出去的巡护機 然後這個巡护機是在同一個時間點被啟動了 它的這個訊號就是爆炸的訊號 所以它爆炸了 那它爆炸了以後有一般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說它的炸藥 那麼點燃了離電池 讓離電池發生了整個爆炸 所以有些人的眼睛受傷 有些人的耳朵受傷 有些人的手受傷 有些人的身體受傷 看巡护機所在的位置 他們所傷到了 然後大家發現沒有電的 也就是巡护機的電池沒電的 或者是沒有開機的 他們安然無事 因此他們確定那個炸藥 應該就是裝在電池的附近 那經過檢驗果然是如此 這個時候紐約時報 它看到這樣的一場悲劇 而且這樣的一場沒有底線的 是聯合國直接譴責的 全世界共同譴責的 把民生的用品作為武器用 這樣的一個情形會破壞全世界 對於他生活中所必須 所離不開的這些產品的一種恐懼感 他也提供給有心的人士 可以一樣畫葫蘆 有樣學樣 這個對於全世界的消費者來說 廣大的人民來說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創傷 對於這些生產這些器具的生產製造商 也會構成重大的傷害 那這個時候大家來問那是誰製造的 紐約時報說是台灣的金阿波羅公司所生產製造 這樣的一個指控對於金阿波羅公司來講 他簡直是驚訝一場 所以他們的老闆第一時間就跳出來 說不是我們公司生產製造的 是位在歐洲的一家公司生產製造 我們台灣只是授權他可以生產製造 他可以使用我們的商標 可以使用我們的這些公司的名稱去賣 但是不是我們台灣生產製造 那我們是收權利金 可是這個時候大家在問說 你怎麼敢把商標給別的公司來用 而你沒有派你的品管人員在那邊看 確定無物之後你才能夠給予貼上商標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很多人都提出這個質問 他的解釋更加的奇特了 然後他又講到一個 有一個奧地利的商人來跟他聯絡 又說要保護他們的工程師的就業飯碗 所以呢就由他們來生產製造 然後給予商標 那大家都覺得哪有這種事 這種很奇怪的事情 後來去查的時候匈牙利跳出來說 對不起他是一家空投公司 根本不在我們匈牙利生產製造 又說是在第三方生產製造 第三方也跳出來說 不是在我們的國家生產製造 到今天為止羅生門 不管如何到今天為止沒有調查出來 一般人認為是以色列潛入到生產線 然後在這個生產線上用特製的炸藥板 把它黏貼上去 然後在那個地方等待 以色列給予他的訊號 然後他們來發動攻擊令 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是一般坊間的傳說 但是無論如何 竹榮泰他們幫這家廠商背書了 他們說這是網路謠言 這是在九月的時候說的 他說我們的安全單位正在查 這個網路謠言 我們要追查到底 是誰在重傷台灣的企業 可是這個訊息是紐約時報傳出來的 紐約時報的報導 所以大家在等你竹榮泰 你賴清德政府 會不會去控告紐約時報 會不會去調查紐約時報 有沒有誰滲透在裡面 去破壞台灣的名譽 台灣的廠商 到目前為止 九月過去了 十月已經十月中旬了 什麼消息都沒有 也沒跟我們一個交代 只說這是網路有人製造的謠言 故意重傷 好像把它指涉是中國大陸 好像是這樣 結果大家發現是 紐約時報的報導 而賴清德、卓榮泰 一噴到紐約 噴到美國 他們就不敢再查下去 也不敢去指控 也不敢去控告這個紐約時報 都不敢 但是現在副作用出現了 因為黎巴倫放出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就是 黎巴倫已經大量的減少 從西方、歐、美來購買這些 手機、電子、通信產品 不從西方購買 那意思也就是韓國、日本 也會在他們的考慮之內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台灣的很多工廠是做代工 那台灣的3C產品就會受到中創了 因為他們最主要的都說 他們都會主要會從大陸這邊來購買 為什麼 因為珍珠黨他們還是需要指揮聯絡通訊 而這個最有效的通訊方式 就是手機 就是這些電子產品 而他們知道唯一安全的地方 就是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被美國打壓以後 特別是華為 被美國打壓以後 華為自己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態系統 這套生態系統已經沒有任何美國的影子在內 既然沒有美國的影子在內 所以它相對來講反而是安全的 所以黎巴倫的商會他們就提到了 他們說他們現在最主要的 是向中國大陸大量採購 而他說很多國家 那也就包括了我們所知道的阿拉伯世界 穆斯林世界 伊斯蘭教的世界裡面 他們基本上來講 都已經越來越不信任 歐美的電子通訊手機產品 而更多的向中國大陸來購買 因為這樣的情形 會讓他們顯得 處於更安全穩定的一個局面 這個對於台灣的生產製造商 對於台灣的工業生產重鎮 3C產品通訊產品的一個 重大的工業基地的台灣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 可是我們到今天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 那一群人們當局對於以色列 表達憤怒表達抗議 表達嚴正的態度 這個就讓台灣的廠商 都因為這樣而揹上了 不應該揹的這些鍋 台灣的廠商何其無故啊 應該要保護台灣的廠商 而不是只看到美國以色列 他就不再保護台灣的廠商 這真的是讓我們台灣的廠商情何以堪啊 好我們談第三個問題 我們歡迎我們的好朋友們 都加入賴月签TV成為我們的會員 我們的會員朋友們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整個千言千語的完整版 那我們在請問千打每個月的最後一週 也有會員的直接空中的見面會 我們也歡迎我們的好朋友們 盡量加入我們的會員賴月签TV 開始 開始 開始